来到滨海步道 徒步巡视 只见峭壁旁的步道上 不但没有任何碎石 甚至干净溜溜 这是台风过境后的基隆雨 除了路面有些积水之外 几乎没有台风来的痕迹 台风之后呢 我们原本停航到26号 27号开放登岛 那为了确保 开放后的这个基隆雨的状况 都是完好的 没有任何灾损 船只停靠岸边 工作人员陆续下船 登上基隆雨查看岛上情况 凯米台风来袭前 为了安全起见 基隆雨7月24号开始封岛三天 没想到26号登岛巡视 发现基隆雨竟然完好无损 已经登岛到基隆雨去巡视了 滨海步道跟登山步道 那目前都没有严重的灾损 那目前的步道跟这个相关的设施 都是正常的 只是以往台风来袭 基隆雨都会惨遭肆肆虐 基隆雨幸运躲过台风 市任府已经开放登岛 让民众前来欣赏小岛之美 记者黄绍明就用报道